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拍照超過四十年了 這四十年大家都知道台灣變化最大 以前說實在根本沒有什麼族群分類的問題 也沒有藍綠 白 黃 橘 黑的問題 所以在當年拍照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拿起相機沒有人會說 你侵犯我的隱私錢 皇后会碰到怎么样呢 哎呀 不好意思 我长得不好看 让你破坏了 底片很贵哦 的的切切 在那个年头底片很贵 那个年头一切都贵 只有什么便宜 人工便宜 哎呀 在乡下 做半天事情 可能都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我是一个乡下小孩子 从小呢 我就怕被土地绑在一块 怕离不开乡村 所以就拼命念书 一直想到城市 一直想成为 只要不是农夫 其他什么都可以 到工堂 当小工都比当农夫好 我的成长过程呢 就是一个逃离土地的过程 那个时候我一心想成为一个小说家 也想当画家 因为从小我的画画是唯一被夸奖的 要不然我父亲看到我都头大 我老眼看到我爸爸就赶快绕路走了 可是呢 他还是会夸奖我的画画 因为我画画的的的确切啦 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天分 那写文章呢 是只要你读过动员 把你感动会哭的小说的时候啊 你就也想啊 把那个感动啊 变成自己也拥有的能力 所以呢 在拍照之前我是一直朝着 不是小说家就是画家的路走 哎呀 拿起相机我才知道 我成长过程有问题了 因为画画跟写小说都是在想象当中编故事 可是摄影没办法 摄影你拿起相机你看到什么 你就要表现什么 你没办法把它当材料 你就要把它当成一切 所以相机改变了我 我呢 就从那天开始 我的原先呢 也真的呢 就以摄影为中心 拍照 在大学教书 办摄影出版社 办摄影杂志 所以摄影就成为我的生活的全部啦 当有一件事情成为你的生活的全部的时候 那件事情是什么 大概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信仰了 它变成你的信仰了 我信仰摄影 是信仰它可以发现一些美好 它可以肯定一些价值 所以 我非常有信 我拍的年代 就是台湾最好的年代 我越拍 台湾越变 变到最后来 我拍不下去了 所以我说啊 今天 大概六十岁到七十岁的人啊 是华人最幸运的 活在台湾的华人最幸运的一代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战乱 我们没有经过文革 可是我们又享受过了台湾的农卫社会 又看到 从农卫社会步入了工商社会 然后又参与了 现在的数位时代 悉尼时代 所以我一路都看到人类死的 最精彩的那一段 我怎么说呢 农业社会五千年来 没什么变 工业社会 从工业革命之后 哇 那就开始十年一变 那现在电脑时代呢 恐怕是一年一变 你看这些变化我都参与了 我虽然只拍了四十多年 可是我也等于拍了五千年 为什么五千年的农业文化 台湾的农业文化呢 在我拿取相机的时候啊 事实上已经是最后一撇了 可是呢 一个摄影家 他就是要有这个眼光 你到底要拍什么 你不是为了美容拍 你要肯定什么 你不是说啊 啊 这个很难得就拍 而是你要拍出它的内在意义 在当时呢 我就觉得呢 我要是不好好的留住台湾的 这些最平缓的 乡间的 小人物的 日常生活的话 有一天都会不见了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人都高谈阔论 要去追求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要表达 好像看起来很有批判精神的内容 那个好像才是有什么良心啊 可是呢 对我而言呢 那个很多人都可以做 我要做的就是要做什么呢 做被忽略的 被遗忘的 被低估的那些小东西 所以我一开始拍照 就选择了 捕捉台湾的 平凡延误的日常生活 本来我的摄影呢 只是一张一张照片 后来印着呢 乍入《蓝湾都市报》的邀请 我写了两年的专栏 把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啊 都写成300到500字 今天我终于知道 我那些字的意义之所在啦 我的照片等于 台湾的影像 我的那些字呢 等于台湾的民间故事啦 那 这张作品呢 可能啊 是我最出名的一张照片啦 它还是我最难拍的 这辈子啊 可能呢 不大容易拍到第二张 它是《人移土地》 这个主题的后面 诶 一群小孩子在地平身上换肩头 大家看谁换得比较多 对很多人来讲啊 它只是一个游戏 可是对我来说啊 这个是 这是人在土地 周欧赴死的 重复着 生老病死的一个象征啦 它在 屏东 四重西 在近期的细海 那一天呢 我有机会按下这个快眠的时候啊 我是激动莫名啦 在当年呢 你拍照有没有成功不知道哦 一定要等回家重启出来才晓得哦 所以你每拍一张照片 你都是要充满了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 好像这个机会就是这辈子的唯一 那种创作态度啊 说实在 就是能不能拍好照片的最主要原因啊 以至于这张照片呢 被大陆的一个 很优秀的画家跟评论家 陈滩金先生说 诶 阮先生啦 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眠吧 他问得太好了 的的确切 任何一张好照片 不可能是一个摄影师 有办法独立完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要天时地利言和 你只不过是计较好而已 一个计较好 你顶多就是一个匠颜 非常优秀的匠颜 可是匠颜可以做很多东西 没有错啊 这样的人就没办法拍出一个 这辈子唯一的最好的那个瞬间 一定要靠老天爷的帮忙 所以我认为呢 最好的摄影师是什么呢 随时准备去接老天爷 要给你的礼物的那个人 如果你接不好 他就摔在地上破了 所以身为一个摄影师 就需要懂得 我们不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创作者 我们充其量只不过是 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而已 因为另外一个百分之五十 就是你镜头前面的 人 事 物 言以土地 一定要分成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成长 当我在宜兰县南澳乡五塔村 看到啊 这一班孩子 这是这所五塔学校的一个年级 也是一个班级 因为它是迷女小学 所以它呢 一个年级就是一排 就唯一的一排 我在拍它的时候啊 我是很有目的 因为我希望拍出 每一个人啊 像是从土地长出来的 所以 还要颠高角度 才可以把那种啊 差一点点啊 就没办法表现的那种 一个比一个高 要不然你这样拍的话 你就每一个都一样高 你就一定要踮起下来 这样子拍 它才会一个比一个高 所以摄影是什么 摄影就是要站对角度 站对高度 在正确的时间按快眠 差别就在那里而已 并不是说 哎呀 我好感动哦 啪啪啪啪啪 啪了半天呢 说实在 可能呢 就是一般的照片而已 就是要有脑筋 要有心 然后 要一个很会观察的眼睛 在当年呢 旅行呢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呢 除了你有私家车 要不然呢 没有任何的理由资讯 所以我是靠着一本 台湾前省客音车 家木表里头 附带的一个小地图 走遍了整个台湾 因为呢 那个家木表告诉我 哪里掉得了 那地点又那么多 我怎么办 我就找地名比较漂亮的去嘛 哎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美龙 美的龙的话不开 你就赶快跑去了 光是这个名字 我就被吸引了 说实在 那个时候我所寄过的 台湾所有的乡下 是没有人要去的 所有的台湾的那些乡下小孩子 就跟我一样 就是一心想要离开他的故乡 现在呢 这些乡下呢 变成台湾最有名的景点了 以前我要在酒混要拍照啊 要在路上啊 等一个人出现 可能要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哎 现在啊 各位啊 不说啦 这个孩子 我等他 还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 在美龙 他呢 要回家的路上 可是 这是等于我们所有人延伸 成长 慢慢路挑挑的一个象征 终于长大了 终于练书了 这是马祖的一个小学 我很高兴呢 现在这张照片呢 变成了所有最前 孩子们共同的相仇 因为呢 他们在彼此寻找对方 他们想开一个同学会 这个不是我现在讲故事哦 这个是真正的 在网上啊 一直在找啊 我期望他们已经找到了 你看 照片是来自民间 最后又回到民间 这个就是创造 拍照最大的回馈嘛 所以 摄影不需要赚什么钱 我呢 赚到满满的那种感动 第二个单元 劳动 在当年呢 所有人都很知足 所以呢 做任何事情呢 都守本分 而且呢 很卖力 那当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啊 我心里头都浮上了一段 音乐的闲力 我才会爱构图啦 为什么呢 本来呢 真正的劳动是最难拍的 因为太单调 可是呢 当你找不到 民间好的构图的时候 我就把相机放在一边 就欣赏 那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 好像是大地上的音符 这么一想啊 我就知道怎么构图啦 所以 有时候 边拍照 边从啊 你镜头前面的机会去学习 像这整照片啊 就超乎我自己的想象啊 我并不是叫他这样摆姿势的啦 他本来是把这头椅啊 抱在胸上 我很想拍 因为那个也很好看 他在帮他先生 这个 那个 遗传靠岸 可是那个 小的那个竹螺啊 装满了小椅 如果放了这头 大的英语尾啊 其实那小椅都放不上了 所以他在抱着这头椅 我要过去要拍他 他说 哎呀 我长得不好看 你要拍 拍椅就好啦 好啦 你看 我再有想象力也没有 这个 这位 遗夫 遗父啊 有创意嘛 所以这张作品啊 是我所有 年以土地啊 最有超现实感觉的 演了一辈子可能 都会展现很平凡的那一面 可是总有机会 绽放出最高贵的那一瞬间 一个摄影家有信 就捕捉了人一辈子的那一瞬间 最高贵的那一瞬间 那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自己也高贵起来了 你知道吧 摄影呢 就应该去向外发现 去发现北眼的好 当你发现北眼的好的时候 自己也会好一点嘛 所以 如果有什么 要我来替摄影定义的话 我就去觉得啦 摄影是我最好的延伸教育 这张作品呢 说实在 我自己啊 每次看到它 我都会感动 因为呢 我在台东 的马兰 那个是从台东机场 要到市区的一条乡间道路 经过的时候看到它 那个时候啊 我实在 觉得啊 我一定要拍到这张照片 一个人啊 龙夫啊 在天地之间啊 那么坦然了 在洗澡 可是我不能问啊 我不能问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拍张照片啊 因为啊 他一定会 说你拍的要做什么嘛 我也不能说啊 你这样看起来非常艺术啊 所以怎么办 我就啊 跟 像陌生人打交道 这是我的 多年拍照的一个信念 就是你第一句话一定要讲对 讲错的话 什么都别说了 所以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怎么样 哎呀 天这么热 你在里头一定很凉快吧 我连洗澡两个字都不说 就看他怎么反应啊 这位老头啊 看看我 因为我的乙气 充满了无比的羡慕 所以让他觉得 我真的是很 需要帮我一点忙的样子 哎 年轻人啊 就来去看看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啦 哦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三十出头 也是个笑脸的 我没有像他一样啊 脱下鞋子 身裤子 我只有脱下鞋子 把裤脚捡起来 可是呢 我下去的那一脚啊 是很细心的 因为我知道 我要是跳下去的话 水会溅起来 也会把这个灌溉水沟的里 下面的泥土搅混了 这是不礼貌 所以我是非常用心细心的 两个脚慢慢地踏进去 然后一边洗脸 一边呢 说 哎哟 谢谢你 我刚才在上面 被晒得快中暑了 你腰我下来 我现在真的失福多了 他听得更开心 可是事实上啊 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啊 已经在蹦 蹦 蹦 心脏在跳了 因为我已经决定 先拍了再说嘛 等我上来 我把我的相机包包 那个时候我的相机的包包啊 是特别设计的 一边放相机 一边放毛巾 跟灌洗用剂 因为要出差 所以我就先把相机拿出来 放在地上给他看 再拿毛巾擦 擦完的时候啊 我就再拿相机 慢慢地对准他 按下快眠 那个按下快眠的咔嚓那一声啊 好像使那个手枪的子弹的 射出去的后奏力 撞到我的心脏 蹦 我真的是皱节心息的 头都不敢抬起来 要等他发落 我以为啊 他可能啊会 说一些 责怪的话 没想到 他只说三个字 他说什么呢 金豆虾 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他的心胸都宽了 他把我当成好人 他把我当成要感谢的对象 他不觉得他被拍照 是被剥夺的 他是得到了一个尊重 这个尊重是我前面的第一句话 到后面下水的所有动作都是尊重 所以他就那么相信我 这些故事跟这些照片 现在呢 都成为台湾的最重要的影像 跟台湾的民间故事了 我希望啊 我还有大概有九个主题 这是我其中的一个主题 我希望我七十岁的时候啊 把我的摄影前集 变成台湾民间影像史册 把我的这些照片故事 变成台湾的新的民间故事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